前两点花一千万件 剪拢了俩音乐 你赶紧我看看值不值一百万 我看你特别开心 我先看看你剪的是什么样的漏 这俩音乐我都上网查了 稍说还得有一百万 了不得呀 这个是贵州铸造的汽车币 这是在网上查过了吧 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那你查的挺对 那汽车币贵州的汽车币 铸造量非常少 并且是全球铸造银员里面 唯一用汽车当主题的这个银员 所以非常罕见 价值一直非常高 老板还是有见识 这一块是 这一块是大头 大头就很苍见了 你这是说简陋简陋的 你这是在哪弄的 手来划伤了 有一个下农村守银员的二道万 下农村去一线收获的那种 对 他上阿娘问阿娘有没有捞银员 阿娘肯定没有 那是 我这问你守的有没有 他从宝里边拿出来两块 拿出来这两块 这是几个菜从老乡家守不来 说是刚刚收到的 对 然后我一想阿娘没有 我可以没啊 那想法非常不错 对啊 然后他给我逃不来 我一看上面是带个汽车 就这一块 对 我学弄了 大概收集一叉 会上百万 你花多少钱买的 五百块钱一块 自己给它搂来了 五百块钱一块 两块一千 对 当时咋想的 捡大漏了 捡大漏了 对啊 说实话 这潜在难封的几位 我能够错过吗 我能够明了一个人 老哥我想问一下 就你都知道用手机查一下这个汽车币 一个能值一百多万 对 你觉得就那个收银员的 他会不会用手机查一下 说实话 那个收银员呢 我一看都是二把刀 二把刀 对 连面都是有点猛的 就是不太懂 机器就是不太懂 四斗非斗 四斗非斗 然后你去捡漏了 我给你说 炸的人人肉 我不跟你说 不捡 不捡 那老哥今天这两块银员 这是想卖一百万 最余的一百万 那行 那下面我讲讲 你说 这块汽车币 如果是真品的话 就这个品项 一百万 价格还真不高 我跟你说 我从来不乱扬 但是老哥 就这种 就这种做工 还有这种鞭尺 我看着 这是一眼假 假的 不可能 我农存 我跟你说 可能都没有假货之处 没有假货之处 对 那有没有可能 人家就不是收的 人家直接就兜里 装俩假的 卖给你呢 不可能 说实话 我一看都是真的 一看就是真的 哎呀 那我得想办法 让你看一下 我听着声音啊 就不对 老哥 首先您 五百块钱一个 一千块钱买俩 买的肯定是银元 对 银元得是银的吧 对 我听着声音就不是银的 然后再看一下 它这种锈 我觉得像铁的 可能 我下面找个东西 验证一下 你稍等一下 我这还真有一个 小锡铁石 老哥您看一下啊 看到没 国区的银子 躲稍稍 含有点铁 含的有铁 对 它银子不寸 正正上 那行老哥 那我就只能 给你演到这了 这东西 反正我是要不了 我觉得它是一言假 那你能给多少钱 你所应 我给不了钱 我给不了钱 我觉得你上当受骗了 行啥都不懂 哎呀